我们现在的逻辑就是执行之后的话 让使用者输入一个字串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输入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字串 G-A-R-Y 好几个单字好了 然后Enter之后的话我读进来了 再来的话底下点一下我要找R-Y R-Y在哪个地方会出现 特别注意就说在这个字串里面有R-Y的 在这个地方R-Y在这里 R-Y 有没有R-Y R-Y 那总共会有四个地方出现 不过特别注意 字串在那个Stream的类别字串的部分 它是它在那个Java里面都是属于那个参考 其实它就是一个参考的资料型别 那主要是说它是由什么字元去模拟出来的 其实上它是很多个字元的阵列 字元的阵列 所以基本上它是它的位置 基本上第一个字它的位置基本上就零开始 因为阵列的位置是从零开始 也就是说将来呢 我们找到的位置它会回传给我们R-Y 有没有这个地方是 应该是到第三个字会找到 可是它会回传给我们R-Y 所以必须我输出的时候呢 要是再加一 那底下也是一样 那当我按一下Enter之后 比如要找这些 按Enter 要做出什么结果呢 出现第一次的话要出现什么 第一几个位置找到 那分别把找到的位置秀出来 分别在3,8,14,25里面找出来 那我们怎么做出这样的 就是说要怎么找 基本上在那个Stream的这个类别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做IndexOf 那IndexOf里面 它就可以去帮我们把字串去 某一个字串 就是说呢 某一个字串 你丢一个关键字给它 它会帮你去找 找到位置会回传给你 那我们因为要继续找 因为它有很多的关键 所以我用个度回圈 那度 找到之后的话呢 再往后面找 除非说呢 它找不到的话 会回传给我-1 Index是-1 如果是-1的话 就跳离回圈了 就不要继续找了 OK 所以这个程式要怎么写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区分成几块 第一个就是输入 输入部分的话 我想前面做蛮多的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Scanner 来去取得 有没有 这个Scanner的这个类别 那Scanner的类别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物件名称叫S 然后呢 从那个System-E 就是从那个键盘的动作去取得 那取得什么呢 先独入一行 独入一行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请输入四串 对不对 然后呢 底下呢 可以让使用者输入 那输入地方的话 我们利用S Scanner 里面有个 Next Line 就是一整行把它读进来 读到什么呢 读到Stream的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我输入这一串 它会自动帮我把它读进来 并且 这场是什么意思的 我现在看嘛 我再读到什么了